从手套到免征输液 医疗耗材自动化生产 加士达集团旗下明基医 26号新贵价格58.5元 预计12月中旬挂牌 抢供医疗生计市场 接近50%的营收 是来自于中国大陆通明的经营 接近20%到25% 是来自于印度 人口越多 医疗的机会就越多 看准2015年 全球医疗产业市场 达到3500亿规模 明基医布局海外市场 要当公司的经基母 但说到最早开始耕耘生计的 不得不提到润泰集团总裁 银眼良 仿制业出身 眼光却一点也不守旧 弘地布局在生计产业 前后就砸下将近百亿 而且一等超过十年 景气坏的时候 才是加码的时候 有耐心才能收获 投资150亿的终域 11月挂牌 第一天股价就狂飙将近五成 耗顶挂牌八个月来 就涨了280多元 市值突破千亿大关 传在生计股上头一遭 银眼良身价也大增将近200亿 渴望成为台湾新首富 终域它的一个新药 其实目前也做到三期临床 最后的阶段 往往这个资金都是提前 在解盲之前就先行卡位 所以也让这一波终域的股价 走势相对强 生计股几年发展 进入收割期 新药跟医材都有突破 但目前国内取得药证的公司 还不多 生计的一个行情 我认为短线 当然是已经大涨 但是从中长线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认为生计股 还有很大的一个发挥空间 受到绿营喊出的生意政策 跟新药开发加持 生计股看好后续潜力 各场也趁势挂牌 卡位抢上机 众生采定新闻 萧涵余嘉豪 台湾到